就自己在家裡寫歌 那主要是他出去賺錢嘛 那我們寫歌才有錢啊 不然以前都很窮 房租我繳 水電費我繳 汽車貸款 汽車貸款我繳 吃的我繳 喝的我繳 歌我們寫就對了 連上洗手間的車子都是我繳 都是我繳 因為那時候我們剛從學校畢業出來 那他們去當兵 因為新加坡有當兵的制度 所以當兵出來他們也是一窮二白 一拉出來比什麼都白 對 所以你已經算很幸運了 那我呢因為我的國籍是馬來西亞 所以我沒有當兵 所以你才會紅嗎 還是說有他們出來跟我競爭我就沒了 那我是馬來西亞人舞我就比你紅了 感謝你讓我這條路讓了這麼久 一上來就知道是三十年的好朋友 我雖然準備讓你們互損一下 但是剛才他們兩個已經損得差不多了 我們升級一下 同樣的問題你們兩個都快速的給我一個答案 好不好 來 分別用一個詞形容你們倆的關係 鐵 硬 硬 這個叫做比鐵還硬 對對方的第一印象 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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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一個 你們兩個是否有未解的恩怨 我告訴你 說了這個我就火大 我跟你們講 這個人寫過什麼歌 行武刀歌他竟然給了張學友 過分吧 你沒有跟我說你寫了好歌啊 那個不適合你啦 不適合我嗎 真的不適合 我告訴你 啥人都適合 真的不適合你 愛如潮水 我覺得 齊贤歌你不能太自私了 每次便宜的時候想到人家 人家也得 要去給天王寫下歌啊 他不是便宜 他是便宜又好 好像有一個特別的東西要帶給他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哈啟賢 這是曾華來自新加坡的祝福 有一些話我想趁著這個機會 親自對你說 你一直都是我心中唯一的抒情英雄 行真華 行真華 寫了好多個 對 寫了一千個傷心的理由 當然 也是他寫的 你是我的唯一也是他寫的 是是是 難得的做此人 一路走來 我們其實經歷過很多 不只是體現自己本身的回憶 是我們的回憶啊 那些 那一份情感 我覺得很難去形容 兩位其實都算是樂壇的 創作型的前輩了 但是為什麼這幾年 這個創作的作品越來越少 你的最後專輯應該是09年了 對 應該是09年了 9年的時間了 我心裡面是覺得 我最好的創作年代 就是在我35歲之前 最旺盛的創作年代 那個時候 包括情感的經歷 人生的激情 很多的想法 是最澎湃的那個年代 我把那個年代交給了流行歌曲 我在那個年代 我完成了這件事之後 我的人生又走到另外一個階段 所以我覺得最恰當做流行歌曲的 那個時間我經歷過了 那就好了 就是這個